好 今天封总来到我们报称文的现场 继续为大家来解盘来分析 你昨天都说中了耶 今天台股上演大反弹 你说看两个指标 一个废半 一个就是黄金切割率 今天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反弹的行情 到底是开出了一个人到走廊 快跑先卖一波 还是有什么样的指标 我们可以逢低来接手呢 是就像那个我们在节目中 我们要告诉大家 不是给他安慰的一个话语而已 我们要给他一个确切的操作型定义 我昨天预告第一个 我说美国股市最重要 我们这个帮头在一起 就是科技类股尤其是备办 那备办已经来到什么 我这预告说来到前波这个低点 一定会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作用 就是你看到没有 昨天就这么的一个 就话那么工整 他就踩到低点之后呢 就开始收了一个红K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 但在这个地方来讲 日本股市 今天开盘 今天早上的时候 大家发现美国旗子在涨了 然后日本已经开始在蠢蠢欲动 就你知道吗 日本今天是融 昨天是跌到融断 今天是涨到融断 那我们台股今天早上还经过 我们是混断 为什么 早上的时候还经过一个大震荡整理 还杀到一度杀到平板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请各位 请你特别记住一件事 每次在那个杀融资追缴的时候 你在九点半之前 你想买股票 九点半之前 不要轻取妄动 因为融资追缴令出来之后 很多人在最近大用融资 我们最近是跟大家提醒说 最近很多那种在煽动性的 告诉你要大杠杆 绣什么对账单 什么少年股神 一大堆对不对 结果昨天藏到苦果 你看这个地方杀融资 券商他都会叫你融资追缴 说你若不自行了断的话 我们就要强迫的 按照那个机制就把你砍掉 所以说大家约摸在九点四十五分之前 他就必须要做个处置 所以说这一段下杀就是这样 开高之后昨天来不及卖的人 今天很意外开高 他就想要卖 卖了之后又将融资 在做追缴 在做断头 在做自我了断的处理 所以下杀 让大家觉得说 心里面觉得很闷 日股已经大涨了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下杀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下杀为什么他没有跌破平板 来到平板附近 他为什么能够勾起来 就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的 第二个 看整个格局的很重要的原则 来 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个图我们都没有改过 其实从礼拜五礼拜一 对 到今天 我都是用一样的图跟大家讲 我也不会因为说 我也不会因为说 昨天一度跌破的时候 军下来说 问我说一度跌破 我说三天 对 失守才能够判他说真的 你说不要判他死刑 对 才能判他生失守 对 结果今天 昨天失守 今天盘中跌破之后 又赶快拉上去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两军对峙 这是假军 这是一个多 这是空 这个一半的位置 就是多空军横的力道 那0.382位置代表什么 多方还在所谓的行径 要把它卖上去 还有攻击的企图心 那如果说你 这个地方如果说跌破0.382位置 代表什么 多方可能开始要做保守 要防守抵抗 那跌破一半0.5位置 代表什么 哎呦 我已经被空方压着 空方已经信念压过我了 这就是黄金切割率的一个重要性 而且这是一个整个波段上面 我们说长线格局没有改变 就是你看 今天谁会料到说 今天谁会料到说 今天又大涨 又开始大涨 而且昨天因为电脑当机当机 要卖卖不掉 该算谁的 还在赢的时候 今天又更加减 居然就这么早上 所以你已经卖掉了 所以有时候操作 真的要守一个纪律 那你说这个 有时候我不是要 看各位短线看那些什么指标 我们要看一个格局 所以我比较福音形态跟格局 那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上涨起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融资 这个上市 昨天融市上市 消耗了180亿 大概上柜大概70几亿 总共拉起来 两边加上市柜加起来 250-6左右 264亿左右的融资 那其实你把260亿 你把它除以0.4 因为融资用0.4 那你把它除以0.4 大概就消耗掉 哇那个大概 150几亿的 这个等于说 就消耗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部位的一个限骨 就杀出去了 因为总共卖6百亿 那重点是 有人就说 那这个地方杀出去之后呢 这个杀出去之后 今天这个反弹呢 是不是完真的 我告诉各位 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他已经 你看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拇指运线 明天如果说 能够持续开高的话 哇很漂亮 如果不能开高 至少低点怎样 你盘都不管有没有破 收盘的时候 都要维持 能够有个打底的 打定的作用 所以说 现在是 从加户比方推出来 可是呢 不是代表 每一档股票 都给活蹦乱跳 可是呢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 几个重要的 观察的一个面向 是 大家最关系的台积电 台积电 哇台积电今天好棒 差一点涨停了 对 差一点涨停了 好棒 我想很多人心里面 七上八下 昨天杀出去台积电 今天又涂乎覆覆了 你就觉得 哇 这些台积电 可是我一再跟大家报告 就像我们昨天 还从基本面前跟大家讲 是 我说Intel 对 他的被AMD压着打 追不上GMP 看台积电 看车尾灯 那AMD跟这个所谓的NVIDIA 全部都下单给台积电 对不对 我说台积电本身 那个Intel 难忘其向背 对不对 那台积电 哪有说 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公司 本益比竟然不到22倍的 有没有 是 今天是不是大涨上去 我告诉各位 900块以下 大家超级低估 那这个1000块以下 其实也算是低估 只是说现在筹码上面 有点要需要整理时间 所以900块以下 其实有机会 我请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COOC 我先跟大家讲 你可以买 但是请你用现股买 用零股买 你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用融资 你说一张80几万 我买不起 我买不起 所以我要用融资 不用啊 台积电是全市场 最好买的零股 对不对 所以说你40几万 你去买零股 你买400股 550都可以啊 不要用融资 把自己床码打乱掉 那所以说今天台积电上来 台积电上来很好啊 可是台积电就是 将来网上 其实技术面都是参考 其实最重要是它的价值 可是台积电 其实有一个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比较一下 你看今天洪海 洪海今天很尴尬 就是收盘都在 这个168附近 那洪海今天也没有什么跌 那它融资呢 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 这个大融资呢 有小涨 可是重点在于说台积电 为什么今天能够涨得比较多 除了它是政府护盘 还是大家最关切的指标之外 投信有买台积电 可是投信在昨天没有买鸿海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判断 就是说 你现在一定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这个盘有些股票涨上来了 弹上来了 我到底可不可以追 或是我可不可以买 有没有什么判断的准则 有 我跟大家讲 其实看的方法很多 可是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实际的 第一个 下沙因为是融资 我们当然融资要得到四档沉淀 所以说你今天挑一档股票 你希望它能够后继能够谈 融资能够再继续下 能够有沉淀下来下沙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就是位置点要低 你不可以说 现在选在那个高档位置点 那它在棒打出头 要在做补跌的效益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说 接下来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那个位置点 要能够相对的有做回答 有得到适当的第一位阶 对不对 那融资要能够下降 再来呢 投信如果能够买 那就很棒了 投信的研究团队都是怎么样 投信研究团队都是经过 他们的研究团队 都是一定研究过基本面 他敢在这个时候买 尤其是如果昨天还敢买的 这个有耐人寻味 昨天那种光树生鹤利 800亿跌停 他还敢买的股票 这个就值得 这值得关切 我举个例子 今天有些股票 有时候有些股票在拉 可能是主力智力救济 或anyway怎么样 我们不是知道 譬如说 可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 如果有一档股票 他能够这样涨 我基本面比你好 我筹码都投信的 这个敢买都比你强 那有为者亦弱势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鼻壳 取个代之 我们讲说至少有为者亦弱势 我举个例子 绿能股今天有叫乐视绿能 乐视绿能今天是上涨 对不对 那乐视绿能今天上涨了 因为我们也没看到 投信在买盘 可是他就是能够涨 可是今天 我反而要请你去看 来做个比对 你要看什么 看永威 这个所谓的一个 郑威集团旗下的永威投控 今天也是有拉到平板 他虽然说没有 很夸张拉到涨跌板 可是为什么这档股票值得看 来我们跟大家做分解一下 你看 郑威 你看郑威这档股票 昨天这个地方 融资 这个融资持续还是在做下跌的 那他的成交量 已经价跌量缩 守住这个所谓的关键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半年线 价跌量 守半年线 然后融资在下降 最重要是这一块 你们看到 对 投信 投信都没有在卖 而且昨天投信还做一个 尝试性的小盘 小步加码 这个已经不能喝球 他昨天大买了 他昨天敢做加码 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你看 各位 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 投信买的时候在什么位置里 约莫在这里 在这一段 集中买的时候在这一段 在这一区 你现在位置在这里 你现在成本比投信低了很多 你还可以吃投信的豆腐 永威为什么值得注意呢 因为他的上半年 大概他上半年是赚了0.75元 那他上半年赚0.75元 然后呢 0.75元 然后第二季的时候 五六月 月营收成长都是一倍以上 所以说第二季财报 我还没看到公布 公布出来之后 我认为财报出来 应该1.8到2块钱 应该会不错 所以说这个本益比也够低 他又有绿能 而且他有什么 苹果 各位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很多人今天讨论一件事情 什么巴菲特在卖 什么卖苹果的持股 各位那是六月以前的事情 那如果说 那是四到六月巴菲特在卖 可是最近已经进入八月了 因为他公布是一季一季公布 你可能不知道 搞不好巴菲特在最近 他逢低会不会买气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 你不要说把那个资讯 你要做一个正确解读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另外一个比对照组 今天有一档股票 哇好强啊 这个12点以后 这个大概11点以后 就锁住涨停板了 没有密忘时 他是做被动元件的通路 可是他如果能够这样子涨的话 我告诉各位 这家公司叫义登 他是他的母公司 他更有资格能够涨 只是今天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义登是这样子 今天虽然说没有拉 没有像他这样子拉那么夸张 他为什么值得注意呢 也是一样异曲同工之妙 来各位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头信买买买 对头信一直在买 昨天 昨天跌八百档跌停板的时候 他也还在买 对而且一样 就是 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区间 有没有 也是一样 你现在还可以飙飙准准吃头信的豆腐 是 头信不是每次都要做账吗 这个七八九月 这是第三季七八九月 那如果说头信在昨天那种 风声鹤唳情况之下 他都敢买 他所谓何来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这是筹码优势 而且再来融资有在做下降 然后也是价跌量 而且他这个比这个更强 他守住什么 守住这个所谓的季线 我告诉各位 他的基本 简单跟哥拉讲 他是黄仁勋的恩人 黄仁勋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他那时候公司还很小 在台湾 他是他的独家代理 没有人在代理 NVIDIA的时候 他是他独家代理 他是黄仁勋的伯乐 后来呢 他现在就是专门在 他的代理产品 但黄仁勋现在做的 全世界 世界公司 不可能只有给一家代理 他现在做什么 做那个机器人 机器人的那个 所谓的一个识别卡 那个所谓的Json1 NVIDIA的Json1 他来代理 而且他还什么 就是刚刚我说的 涨停板的这个秘望石 他是他的大股东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今天 融资已经大幅下降 又跌到低档的位置点 投信又敢买进的 那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 三大指标 跟大家说了 挑选有潜力的个股 这个是今天我们上到的一个 带来的最新的一个建议 但是美股 又开始了 我们怎么从今晚的美股 来看明天台股可能的走势 那封总给我们几个建议 因为昨天的三大指数来讲 就是说道琼跟费办 都已经来到平板附近 今天最好是 最好是费办跟这个纳斯达克 今天能够收红 就是能够是收涨 那这样子才能够 把今天的期货的一个涨势 把它延续下去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等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